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3年5月30日,星期二 这个视频又是一个新闻联播 有这么六条新闻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新闻挺重大的 这条新闻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媒体俄塔社的报道 那么这个报道说 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 在30号的时候呢 在电报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个消息 说莫斯科的两栋公寓楼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部分区域的居民已经被疏散 这个问题严重吗 这个问题很严重啊 然后呢这个索比亚宁说呢 出于安全考虑 在应急服务部门行动期间 被无人机损坏的两栋大楼的部分区域的居民已被疏散 在应急服务部门行动完成以后 居民将能够立即返回他们的公寓 另外呢 据俄罗斯这个卫星通讯社报道说呢 莫斯科的市长索比亚宁表示 30日凌晨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几座建筑 在无人机的袭击中受到了轻微的迫害 今天凌晨一架无人机 袭击了对几座建筑造成了轻微破坏 截至目前没有人受重伤 莫斯科市的所有的紧急服务部门都在现场 请相信官方信息来源 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 这是这个莫斯科的市长说的 这个问题呀 不在于说这个大楼受到多大程度的一个破坏 不在于说呢 有多少人伤亡 而在于这个事情的性质 那就是说呢 乌克兰呢 又对这个莫斯科进行了攻击 那么前一阵呢 应该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对吧 是克里姆林宫的那个上空出现了无人机 那这个无人机呢 被拦截了 被击毁了 当时乌克兰说呢 这是俄罗斯这个造谣 那么美国也说呢 这是俄罗斯自导自演 但是这一次绝不是自导自演 那么这个袭击呢 到现在为止 因为是刚刚发生的 还没有人出来声明说对此负责任 那么俄罗斯的官方呢 也没有说这无人机呢 来自于哪里 但是上一次的时候呢 就指责说 这是乌克兰政府干的 那么乌克兰政府呢 当然是适合否认 但是呢 就在前几天 美国的CIA公布说 根据他们截取乌克兰官方 也就是说他们政府的通讯呢 是乌克兰的政府策划了那一起的袭击 同时他们还公布说呢 根据他们截取的俄罗斯方面的通讯内容显示 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方面有一点紧张 因为呢 他们比较担心 这是不是跟他们的内部高层有关系 后来发现呢 跟他们的内部高层没有关系 他们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那么我们联系这两件事来看 那么这一次呢 应该也是乌克兰政府干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来说呢 为什么前两天 美国会突然公布那个消息 当时呢 咱们还说啊 是不是说美国要撇清他自己 想跟俄罗斯表明说 这事呢 跟我没有关系 你看我也对他进行了 这个通讯的监听 我们现在呢 向你透露啊 这就是乌克兰干的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想啊 为什么前两天 美国公布了这个 对乌克兰监听的这个内容 我想呢 有可能是美国警告乌克兰 但是乌克兰并不听 那所以呢 美国担心后面 如果说乌克兰再干这样的事的话 被俄罗斯赖着是美国在后面主使 所以呢 他把这样的一个监听的情报呢 公开给俄罗斯 也公开给世人 让世人呢 再看到这样的事 不要赖着美国 那么果真现在又出现了这件事 是不是美国会有这样的意图 说别来着我啊 我上次已经跟你们公布了 我也是通过监听的方式 才知道这样的信息的 那么乌克兰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想第一呢 乌克兰他就是为了向俄罗斯呢 报复 第二呢 就是为了吓唬俄罗斯 说我是有这个欲望 有这个胆量 有这个实力 能打到你俄罗斯的 并且我能打到你莫斯科 我还能打到你的克里姆林庚啊 以这个的方式呢 来吓唬这个俄罗斯 那么同时呢 我们就知道现在中国正在 对他们这个俄乌冲突进行斡旋 他也有可能呢 用这样的方式来为自己 在谈判桌上赢得筹码 因为这个谈判桌呢 也是乌克兰愿意坐上去的 那么中国来斡旋呢 也是乌克兰希望中国来斡旋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们做这件事情啊 是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 那么第二个新闻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 现在就是塞尔维亚 科索沃这个地方呢 情况也特别的紧急 到目前来说呢 我所了解的情况呢 新闻里面所透露出来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客观上 科索沃呢 它是一个这个高度自治的 一个塞尔维亚的地区 那么在科索沃呢 它的南部就是科索沃政府 那么它的北部呢 就是那些塞尔维亚人 他们也有一些行政机构 那么前两天我看到报道呢 就是科索沃的部队呢 去攻击了北部的塞尔维亚组的 他们这个办公大楼 那么我还看到美国和北约呢 全都来指责科索沃政府 但是呢 我今天又看到了一个新闻说呢 对于这个塞尔维亚族人的 这个行政大楼的攻击呢 还在继续 并且呢 对他这个塞尔维亚族行政大楼的 这个攻击呢 不光有科索沃政府 还有欧盟的维和部队 并且呢 这些天呀 塞尔维亚族的人 一直都在他的北部 他行政大楼那块呢 进行抗议 那么这个科索沃政府 以及欧盟的 所谓的维和部队呢 他们就对塞尔维亚族这些 进行示威的这些人呢 进行了驱赶 那么现在呢 塞尔维亚政府 也就是伍奇奇总统所领导的 这一边呢 已经是集结了几百万的部队呀 可说是呢 现在事态非常紧张 一触几发 那么我就看到呢 美国现在还在指责 这个科索沃政府 美国 北约还有欧盟 一贯是站在这个科索沃一边的 但是呢 这一次 确确实实 他们出来指责 这个科索沃政府 希望他们把部队从这个北边呢 撤回去 现在美国的这个麻烦事很多 俄乌冲突这边呢 因为中国出院斡旋 不光俄罗斯同意斡旋 就连乌克兰也同意斡旋 那么美国这点时间造了一些谣呢 不光中国辟谣 竟然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呀 他还向各个这个相关方面去了解啊 然后呢 就给了拜登一个大耳帖子 就说没有这回事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呢 所报道的那个所谓李辉提了一个向着俄罗斯的建议呢 那纯属是谣言 那么也就是说呢 现在乌克兰呀都不听美国的了 原因呢 我想就是他觉得美国是不可依赖了 因为美国现在自身难保 那么乌克兰依赖美国呢 一方面是依赖他的武器 一方面是依赖他的资金 还有一方面依赖他的这个情报 但是呢 这三方面啊 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资金的问题 因为你有钱的话呢 这些事都能办到 没有钱这些事就都办不到 那么现在拜登所缺少呢 就是一个钱的事啊 这个债务上限呢 刚和这个麦卡锡达成一个协议 那么其中呢 他还向麦卡锡低头 要削减开支500亿 那么这500亿从哪去削减啊 那首当其冲的 就应该是呢 削减对乌克兰的这个援助了 所以呢 乌克兰就会发现呢 美国是不可靠的 那美国如果说 现在甩手不管了的话 那欧洲可靠吗 欧洲根本就不可靠啊 英国可靠吗 英国也不可靠啊 所以呢 他现在就说呢 我寻求和谈吧 但是呢 他这和谈我告诉你 也不是说就有诚意的 也不是说想长久的解决问题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呢 还在做这种 对和俄罗斯关系破坏性的这种行为 他这行为我认为呢 也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呢 他要老这么做刺激这个俄罗斯啊 俄罗斯如果给他来个大的 他还真是无聊 好在我们已经说完了 俄罗斯我们现在说的是科索沃对吧 那么科索沃这边呢 我就是说的 为什么说美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 就是因为呢 他现在呢 一个头两个大 他管不了这么多事 他不想呢 在这个科索沃地区 再起来一个嫖 所以呢 他就想现在把它按下去 不是说他多好人 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好人 但是科索沃这边呢 为什么这么的勇猛 那同时还有欧盟的那个维和部队也有参与进来 这个呢 好像现在来说呢 我还捋不出个头绪来 网友朋友如果有什么看法的话呢 可以给我留言 好 第三个新闻呢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邻居印度了 印度呢 因为他从人口来说呢 他也是一个大国 又是中国的一个邻居 又从他传统的这个性格上来说呢 他一直对中国呢 就是那种羡慕嫉妒恨 他会这个借助所有的外地呢 来和中国作对 那么中国呢 真的是无以于和这个印度来起什么冲突啊 印度对于中国来说呢 不管哪一方面啊 一点威胁都没有 边境上呢 不是问题 然后呢 什么科技啊 经济啊 各方面说超过中国啊 还别说他超不过 就算是超过呢 中国也和美国不一样 中国也不介于说呢 你印度的经济 也起来 也发展 就是和中国经济 科技这些方面 全都齐头并进 中国也不介意 中国都不介意 中国不认为说呢 别人的经济发展 是我们中国所不容的 从来都没有 中国就想呢 和其他人是双赢 或者多赢 谁赢都行 中国都没有二心 那么今天呢 我看到一个消息啊 这个呢 就不知道呢 是中国单方面的呢 还是说中国和印度呢 还是说中国和印度呢 有一些进展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共识 那么今天呢 我就看到这个环球时报 发了一篇社评 这个社评就说呢 在道义和情感上 支持印度的去殖民化 这里面就说呢 印度总理莫迪 他在28号的时候啊 为他新建的 议会大厦 主持落成仪式 那么他原有的 那个议会大厦呢 是在英国殖民时期 所建的 那个大厦呢 就不要了 那么莫迪的意图呢 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在去殖民化 那他这个新的议会大厦呢 就被认为是莫迪政府啊 旨在让印度首都摆脱 英国殖民统治痕迹的 中央美景项目核心工程 以前的时候还记得吗 就是他那条 那个原来叫什么大道了 现在改成了 叫总统大道啊 还是叫首都大道啊 还是叫什么 原来是叫一个 好像维多利亚大道吧 反正就和英国有关的 他们看着那个大道的名字 心里就不舒服 就想起来我们曾经呢 被英国殖民 你看啊 就所有的国家 被殖民的这些国家呢 都把自己被别人殖民的 这点历史呢 视为非常这个 屈辱和痛苦的历史啊 只有咱们香港的那些败类啊 不以为是反以为荣 老是想呢 管压迫他们 殖民他们 把他们当奴隶 一样的使唤的 一点权力都没有给他们的 英国主子较低 真是奇了怪了啊 明明是中国人呢 反而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啊 明明是中国人呢 还装的自己 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啊 那些人真是奇了怪了 反正人家印度呢 就是努力的要去殖民化 那么中国现在说实在的啊 也是呢 就看重了他这一点 那么这环球时报的 这篇文章里面就说呢 我们中国现在呢 要支持印度去殖民化 那么怎么支持呢 现在首先呢 是从道义上和情感上 支持印度的去殖民化 那如果说印度领情啊 印度呢 感谢中国的支持 那么中国和印度可能是啊 就打开了一个 这个友好改善关系的 这么一个口子吧 我是这么想的啊 要改善和印度之间的关系 要和印度呢 成为这个朋友 那么这个环球时报 这篇文章最后还说了 说亚洲和世界之大呀 完全容得下 中印两国同时崛起 你和我同时崛起啊 齐头并进啊 那我都不介意的啊 别说是你在后面追赶我了 对吧 中国人说话呢 一般的来说 给别人面子 我给你面子 我就认你和我齐头并进 我就认你和我是同时崛起啊 虽然说印度呢 和中国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 但是人家印度 从心里面 人就这么想啊 我以前呢 头一次听说这说法 我吓一跳 印度人说呢 哎呀 现在这个上海的发展啊 都快赶上孟买了 那前两天 我还听说一个说法 说印度灌上海 叫小孟买 你知道吗 就从这点来说呢 你就知道这个印度三哥 他这种盲目自信 但是呢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中国呢 不介意你盲目自信 我们就可以啊 当你是真正的这个自信 我们就说 我们愿意和你呢 同时崛起 啊 世界这么大 亚洲这么大 我们两个国家 同时崛起啊 有什么不可以呢 下一个新闻呢 就是关于中国 这一次的载人飞船 送了三个人 到太空站的这件事情啊 我看这件事情啊 就是呢 动静很大 广受关注 好像呢 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事儿 媒体上来说呢 说是首次载人飞船 送人到太空 我有点不明白啊 咱们前面不是 送了好几次人上去吗 为什么叫首次呢 是指这个载人飞船 就这种飞船 专门载人的飞船 是首次吗 可能是这意思 我理解 因为我看到媒体啊 除了提说呢 中国的这一次 太空使命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以外啊 他们还说 中国还有下一步 说在2023年的时候呢 要发一个 跟那个大巴车 那么大的一个望远镜啊 这个望远镜上去以后呢 说名都骑好了 叫寻天号光学舱 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意义啊 可大的去了啊 你有没有经常看到 美国呢 一会儿说 他的哈勃望远镜啊 又拍了一个太空的 什么什么图像 他的哈勃望远镜 又拍了一个这个 拍了一个那个啊 哈勃望远镜呢 现在在世界上呢 是在太空里面 看得最远的望远镜 说中国的这个寻天号 光学舱如果发上去的话 那不得了啊 你知道吗 这个发到太空以后 他能看多远呢 你都可以猜猜看 我想呢 如果你除非你知道这事啊 我想你可能都猜不到 他看的那个远度哈 就比现在这个哈勃望远镜 已经是牛叉不得了的 哈勃望远镜哈 要远上三百五十倍 三百五十倍 你能想象出来吗 我是想象不出来呀 我就觉得说呢 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呢 是不是太天真了哈 我就经常在想哈 你看这个浩渺的宇宙当中 好像是这些星球啊 都是无边无言 无隐无际的 对不对 难道说这么多的星球上面 就只有地球上有人吗 真的 会不会别的星球上真的是有人的 或者类似于咱们人的这种文明社会呢 那么我就想哈 这个寻天号光学舱上去以后呢 能看比哈勃望远镜 远三百五十倍的远度啊 会不会哪一天就发现了 哪个星球上面有人呢 这个我觉得挺让人期待 我挺期待这个2023年 赶紧把这个发上去 因为现在呢 都2023年的五月了呀 什么时候发上去啊 很令人期待 因为是眼前就要发生的事啊 再而是呢 中国到2030年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载人飞船登月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只有美国啊 派人啊登月过 咱们还没有去过 那么等着中国真的是 啊载人飞船成功登月的时候呢 那么美国啊 可吹的真的是又少了 这两天呢 我就有发现啊 我看这个C919这个大飞机这事啊 中国人啊不太兴奋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老是有这个干这些大事啊 老是迅猛的发展啊 我发现啊 把咱们中国人啊给惯坏了 把咱们的胃口啊 给跳得太高了 我看到好多的网友啊 这个C919成功的升飞了以后呢 哎又跟这说 就29什么时候来呀 然后有人说呢 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发动机吗 我们自己发动机的飞机 什么时候来呀 反正呢不断的就提出来一些更高的要求啊 但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呢 我们的中国的工业企业呢 他们也不介意就我们的民众呢 给他们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上一次就是拍那个流浪地球2的时候 那里面的那些啊 虽然是科幻片 但是里面的那所有的东西啊 设备啊什么的啊 那可不是说通过那种镜头 通过数字技术 通过那种拍电影的那种 蒙太奇的手法弄出来 都不是 都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的工业给他们造出来的那些个设备 那么由此呢 中国的那些个工业企业的 我也不知道谁说的那些个企业家吧 他们说 说欢迎啊 中国人提出各种的怪怪的这个设想 你们就负责设想 我们就负责实现啊 中国的工业现在呢 就是什么牛 好 下一条新闻呢 是关于这个美国的啊 大家呢 可能啊 就是在网上线呢 有好多的那种 原本呢 就只是美国的费城 它有好多的那个吸毒的人 成为无家可归 就在街上啊 那种啊 跟僵尸似的 现在那种叫丧尸啊 丧尸的丧 尸体的尸啊 丧尸 那些人呢 他心弯毒以后啊 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那种状 跟僵尸似的啊 在街上 一般的来说都是弯着腰的 啊那样 走来走去啊 特别可怕 那么还有呢 就在街上躺着啊 什么的 说这种景象 现在在费城啊 已经很普遍了 几乎遍布整个的费城 这个费城啊 整个就废了啊 那么现在呢 就看到啊 美国可不仅仅是费城 费了呀 现在正在走向沸的 这些城市呢 是越来越多了 好 这是一件事呢 这是美国的美丽风景线啊 我跟大家就说一下 同时呢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情 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就是在这个 1月6号冲击他们国会的那些人呢 其中有一个组织的那个领头人 那个组织那天我没想起他的名字 今天我想起来了啊 他的名字叫Oathkeeper Oathkeeper 我想他为什么叫Oathkeeper呢 因为美国的那些官员呢 他被选的那些议员呢 总统啊 他都要宣誓就职的 那么这些人宣完誓以后啊 就望到脖子后面去了啊 是不管来信守这个诺言的 是誓言 还不是诺言啊 誓言啊 不管信守这个誓言的 那么他们这个组织的名字呢 说他们是誓言信守者 那意思就是说呢 老百姓不要担心啊 我们帮助你们来使得他们信守誓言 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 对不对 那你美国你不是一个号称是民主的灯塔吗 按说像这样的组织你还能不容吗 No 他们是不容的 民主灯塔光是说说而已啊 当出现来监督你信守誓言的时候 他们是不容的啊 他们领导人呢 已经是判了18年 就是因为就是冲到了这个国会里面去 那么前两天呢 我又看到啊 他那个副的领导人 是一个女的 他还是一个老兵呢 说是在这个前线立了不少的功 我相信他那些军工章 他都撇了都扔了啊 我前一阵子不是跟大家说吗 那些老兵啊 集合在一起啊 就把那些个军工章全都扔了 因为他们认为呢 打这些仗都是被美国政客骗了 是被骗了去干坏事侵略别人 去犯下来了战争罪啊 人类犯下来种族灭绝罪啊 各种的这种人类犯罪呢 他们都被骗了 被当成了真正的枪啊 有的人呢 甚至是丧失了生命 给你发个军工章什么的 就鼓励你糊了你 你就去干这样的坏事 他们把那些都撇了 那么这个女的老兵呢 被判了八年半 被判了八年半 现在呢 就这些被取诉的这些人呢 因为在美国打官司 是需要很多钱的呀 因为你没钱 你想想看啊 如果你没有钱去请律师 或者是你没有钱请的 好的那个律师啊 你想想看 对面的那些个检控官啊 都是这个最好的 纳税人出钱呢 那些个那些个检控官 对不对 一个个呢 伶牙历史啊 技巧性非常的强啊 背后还有这个政府的支持 对不对 那么这些人呢 如果你请不起律师 那你任人猎骨 对不对 那你要是请的不是很好的律师 这个嘴茬也不好使啊 脑子也不大好使 那你怎么能赢得这官司的呢 那你就随便被他们判了 对不对 像这Oathkeeper的这个领导人判18年 副领导人判8.5年 那么其他的人呢 现在呢 他们就在募捐 结果呢 你猜怎么着 就是一个网站上发起来的这个募捐呀 几天的时间 他们就得到了350万 我看到呢 有媒体报道这个 但是呢 报道的并不多 尤其是像美国的那些 有中文版的那些媒体呢 他压根不会向中国人来报道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事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了 美国的民众和美国的政客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最后一个新闻呢 是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啊 有这个彭博社的记者呢 说啊 台湾的副总统赖清德称 他最想共进晚餐的人是中国领导人 如有机会他会劝中国领导人 放轻松一点 不用压力那么大 人民的福祉最重要 和平对大家都有好处 你对此有何评论啊 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啊 我只送他两个字 放屁 那么毛宁呢是这么回应的 毛宁说呢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没什么副总统 这也不是外交问题 我不做评论 民进党当局如果真的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关键在于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最重要的就是呢 台湾没什么副总统 从哪来的副总统啊 好 我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